好 警方掌握最新物证 从DNA 监视器画面 火药 遗书等七大关键证据 几乎确定炸弹客就是爆炸中受伤 在北医就医的灵性男子 而且是一人犯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早上也到三军总医院探视伤患时 他强调将检讨大众运输工具的安全 不过提升大众运输安全 要考虑成本效应 会跟中央继续讨论 台铁爆炸案触发民众敏感神经 大众运输伪安亮起红灯 恐慌的效果远大于那种实际的伤害 不过先安定市民的信 事后也许我们跟中央再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 因为不需要太扰民 但是要在这个区的一个平衡 应该怎样做是最好的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经验 到时候再做个决定 加强检警率只是仿不胜防 这回台铁爆炸案几乎是孤狼式犯案 警方从DNA火车监视器画面 伤势 火药 遗书 以及募集证人等等其他关键证据 几乎确定躺在北医症插管治疗的 灵性男子就是嫌犯 而造成25人轻重伤的钢管爆裂物 当晚爆炸的瞬间 也让许多伤患是记忆犹新 甚至目前还有16个人正在住院 前两天病人都会处于比较shock 所以他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 有一位小朋友 他的烧伤面积跟之前医院 估计的差不多 昨天晚上转来 烧伤面积33%左右 日后也许需要直皮手术 同时这个小朋友合并 左侧小腿有一个身部的撕裂伤 基建还有小动脉有锻炼 之后会再做缝合 这个小朋友算是比较严重 病患病情大致稳定 不过仍有6人在加护病房观察 台风夜惊魂让社会秩序防护 再度引发讨论 换许的林继祥 蔡基林 台北采访报道